你 曰 才下了登州码头就直接上官道 这群人到底去哪里呀 真是一件废物 一个人都跟不到 黑凤 等会儿你走那边 我走这边 有消息立刻传给我 我就不信找不到猪丫头 可是少爷身边没人保护 黑凤担心少爷安危 论武功身手 这天下有几个人能守得对手 你何须担心 万一朱姑娘真的是去找连翼客呢 你好大的胆子 黑凤只是担心少爷 那你别多话 赶紧分头去追 诺 大爷 大爷 好好好好 都有 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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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爷 有有有有有 小二 坐哪儿呢 就这儿吧 这边坐 坐 来 这边请这边请 两位要吃点什么呀 小二 给我们一壶好酒 二斤牛肉 好 你先坐 晚上来 少爷 您给他们钱 他们不会对你更感兴趣吗 放心 我已经婉拒他们了 他们拿的钱都很失趣的 这龙虎客栈独在沙漠之中 又开赌方又是寄院 这来往的客商歇息个一两天 经不起赌博和美人的诱惑 难免多多少少都会掏现银两出来 开着客栈的真不简单 这家龙虎客栈的掌柜啊 是个女的 女的 叫金仙玉 这金仙玉靠着在这里做这些生意 得到了来往商客的消息 于是暗地里也做起了情报买卖 他把情报卖给官府 卖给强盗 也卖给各地的汉匪 左右逢园哪 于是在几股力量的牵制之下 这龙虎客栈也算是屹立不倒呢 这么厉害 真想见见这个金仙玉 抓住 千万别 千万别招惹她 你想啊 这沙漠多汉匪 金仙玉一附导人家 竟敢独霸着龙虎镇的生意 自然也是个狠角色啊 而且 她比较喜欢赚稳妥的影子 只不过不轻易下手抢劫罢了 那刚刚那些女人你看不上 金仙玉这么厉害的角色 你总看得上吧 我把她拼来给你当老婆 等等等等 这种玩笑开不得 开不得啊 怎么了 你一副被吓坏的样子 我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这个金仙玉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金仙玉 这不是瘦瘦吗 金姐 好久不见 在下有礼了 在下有礼了 好标致的人啊 瘦瘦啊 你这总管过得可是滋润呀 随身态这么美的人啊 简直比女子还漂亮 好亮的眼睛啊 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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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舍妹 你就别 别再问了啊 哎呀 姐姐和她开玩笑呢 何必当真呀 你好大的力气啊 我的手如若无骨 哪尽得紧你这么大的力气啊 哎呦呦呦 金姐 金姐 都有得罪 多有得罪啊 好了 不怪你了 是不是啊 你这次来是专门来看姐姐的吗 是是是是 是的 是的 是吗 金姐 哎呦 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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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姐这边站啊 姐姐这里利润薄 你可不能下场子赌啊 哦 金姐放心啊 我们明天一早呢 要赶往西楚州 就住一晚就走 绝对不赌 绝对不赌啊 不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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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那你们好吃好喝啊 姐姐啊 可就不招呼你咯 小溜子 金姐 给这两位啊 加一壶好酒 好 咱们可以两接上房 行 没问题 免费啊 我就去办 多谢金姐招待 谢谢金姐招待 我的妈呀 这个金仙玉真厉害 他一眼就看出我是女扮男装了 双双 好了 好了 你以前是不是赢过他很多钱啊 他就把你上场啊 呀 这话说的 我朱某出手 也有不赢的道理 是 是 是 好了 别闹别闹了 赶紧吃饭 吃完饭休息 我们不宜多过暴露 明天一早 我们就出发 好嘞 哎呀 真是吓死人了 天哪 好 好 公子这么晚进店 想必是要住店是吧 给我安排一间上房 这可巧了 今日的上房呀 可都满了 公子来呀 即使满房 我都给你安排一间 公子 你随我来 爸爸娘 这几天 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这好俊俏的姑娘呀 没见过 公子要是找不到她 我们店倒是有几位姑娘 公子 您可 不要 没见过就算了 苏林我回房间 好嘞 我想休息 公子 您跟我来 谁 夜深寂寞 公子 可需要找个姑娘来陪呀 金姐请进 公子可需要啊 金姐 你这嗓门这么大 整个客栈都能听见了 这叫我明日 如何出现在我社妹面前啊 那都是说给他人听的 为了防止他人起疑 我半夜来敲你的门 这几间房间 我挨个敲了一遍 有何事啊 这件事吧 本来轮不到我管 但是念在我们 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 我才来好心告诉你一句 凤才客栈 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 眉清目秀的 一身富家公子的打扮 他好像 是在找什么人 那 那然后呢 好 然后 好好好 金姐 她在打听你和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长得 我看很像令妹 她还让我帮她留意一下 她还给了我 五千两银子呢 哦 哎哟 金姐 一点儿小意思 不成敬意 请上哪 瘦瘦哎 当了总款就是不一样了 这出手啊 可真大方 哎 叔叔 你为了那个姑娘肯花这么多金子 难不成 这是你拐的媳妇 要私奔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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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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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为这个公子恩怨呢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哈 金姐 据我所知 金姐的客栈里好像有一条 可以逃出去的通道 还望金姐可以成全 哎哎 你说我收了你的金子 肯定要帮你办事的呀 嗯 你先去叫醒令妹 然后紧随我来 好 我认为那种 你要到输在哪里 我认为这些女人 行吗 还要来 北京 被人损了 我认为我 你们吃了 好 真讨厌 那东方石怎么下个跟壁仇死的 甩都甩不掉 他怎么没去进城啊 难道他没上脚下的当 不过一路 你把这一路 我把这一路 要把这一路 开到这一路 你把这一路 把这一路 给你去 走 你们快走吧 他肯定追不上来的 金姐 这次谢谢您了 谢谢 走 快走 走走走 你去通知三爷 说来了两只肥羊 这个都是老熟人了 让他下手轻点 喏 哎呀 瘦瘦呀 谁叫你当年从我这里赢了 好几十万两银子 老娘我可不做亏本的生意 今天可要一并讨回来了 驾 呜呜呜呜 小姐 别打瞌睡啊 荣瘦马上摔下来 嗯 哎呀 诸首 我们还有多久到下一个客栈啊 赶了一晚上路 应该是海到东方石了吧 快了 应该不超过十里就有客栈了 打起精神来 下 走 老板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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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出来赏月啊 哎呀 你们这个客栈的密道可真难找啊 聪明如我都得找老半天才能找到入口 看来耽误了点时间 告诉我 是什么样的贵客 得劳驾您亲自送啊 公子 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呀 他们都会武功 我一个女人家子的也反抗不了 所以 我只能带他们从这条密道离开了 他们走多久了 呦 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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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两间客房 快快快 好 没问题 蓝牛 来 带这位公子上东方去 快去 客官这边请 这位客官 来 你到这边来 你刚才说 是什么要一并给讨回来 我什么都没有说呀 公子是不是听错了 是吗 你 你若再说一次话 我便再等你跟手指 本公子可没有什么难线 如果我是你 就乖乖的把实话说出来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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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再说 主 hah 吃午饭了 我睡了 我要睡觉 自动 准备一下 前期行事 老板 给我切二斤牛肉 一壶好酒 再来几个你们家的特色菜 好嘞 您稍等 马上就来 拦牛 赶紧给客人上菜 快 好嘞 怎么午饭时间 一个人都没有呢 老板 那个包典的韭菜 送到小四的房间里去 他还没起来 我去再教教他 好嘞 没问题啊 好 安宁 这小子发现不对劲了 告诉兄弟们 让兄弟们准备好 别让肥羊跑了 快去 快去 阿珠 阿珠阿珠 快起来 快起来 别瞅我 起来起来起来了 快快快 怎么了 东方使追上来了 不是东方使 是我们进了黑店了 赶紧跑 穿鞋赶紧穿鞋 怎么会这样呢 快快快快快 客官 王爱 您的饭菜好了 这 这是干吗呢 快快快 那边 那边 快快快快快快 把杆给我抓开 周叔 走啊 小姐 快走 我拦住他们 要走 一起走 你不要回我了 我有办法脱身 快走啊 走啊 你们 你们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啊 我不杀 我开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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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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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你 那丫头应该没跑远 你们两个去给我追 不用追了 你们绑人不就为了银子吗 我给 你们也不用再费心去追 刚才那位小姑娘了 她的份我一起给 五十万两够不够啊 五十万 真是个肥养 一开口就是五十万两 你用银子当暗器 我还是第一次见 果然是财大气粗 像你这种人 最少也得给我们兄弟 每个人五十万两银子 那丫头现在还没跑远 如果你不答应 我现在就派她们把她抓回来 呸 人心不足 蛇吞象啊 五十万两还不够 就你们几个人 得绑多少人 才能凑这五十万两 心里没点数啊 实相的话 就赶紧让小爷写信 回江南家里要钱 别再讨价回家 免得我一拍两散 咬蛇自尽 你们一两银子都拿不到 你以为我三爷是被吓打的 你赌一赌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 来 三爷 五十万两呢 赶紧给小爷好吃好喝的伺候起来 我要是瘦了一两 或者掉了一根寒毛 你们就别想拿到钱 再说了 都是生意道上的人 讲究和气生财 是不是 就这么捂刀弄枪的 真要把我伤到了 你们谁负责啊 好 五十万两就五十万两 你最好别给我耍滑头 记住 你现在是我的肉票 如果你再敢给我叨叨 我就把你的舌头搁了 一起带回去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现在立刻去给我写书单去 走 我 被西楚州边境的三爷 大爷所掳 磨磨磨叽叽地干净些 金要五十万两赎银 别烫 金老万 你好他的胆子 竟敢先持金老板 独闯我客栈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放了金老板 有没有抓到一个胖子 和一个做男子打扮的 青手姑娘 抓了又怎么样 放了金老板 再自断一条手臂 我方能饶你一条性命 要不然 你休想走出我这道门 是吗 三爷 三爷快放了他们 千万别惹这位公子生气 放了他们 他们可值五十万两银子 金老板 你放心 如果他现在杀了你 我立刻替你报仇 你这鬼孙 这肉票也是老娘介绍给你的 公子 公子你杀了他 不过以后 我就跟着你了 那你们就一起下地府 作对同利鸳鸯去吧 那我 占完 赢了 公子 公子饶命 公子饶命啊 饶命啊公子 把你们抓的人立刻给我放 人人人人人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你还敢耍我 公子饶命啊 饶命啊 在这儿呢 这胖子呢 这 这公子 刚才还在这儿写书单呢 公子 我 我绝对没有骗你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公子 你就抓了那个胖子 那个丫头呢 不是 那丫头 那丫头 那丫头让胖子拦着我们 把她给放爆了 是吗 这 这真的啊真的 料你现在也不敢骗我 你一个庆幸 你没有动猪丫头一根汗毛 这就没动过啊公子 否则我就把你这客栈 以为平地 去把客栈里跑最快的一匹马 牵过来 快去 我这就去 我现在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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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诸寿怎么还没到呢 该不会是被他们抓住了吧 喂 喂 住手 驾 怎么那么严肃 驾 不对 去 住手 好久不见 东风使 哎呀好巧啊 竟然在这儿碰到你啊 见到我这么开心啊 不是一直想甩掉我吗 我为什么要甩掉你啊 难不成 我想离开苏州 出来玩玩 还得向你报备 来这种地方玩 你不是来想赚钱的法子的吗 这 怎么 怕我知道坏了你的好事啊 哪有什么赚钱的法子啊 我就是想出来见识见识 那一两赌方的五十万两银子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知道 你们东方家和一两赌方是什么关系啊 是我东方家的产业 什么 苏州最大的花坊是你们家的 随州最大的赌方也是你们家的 就连我们朱府也欠着你们的银两 董方使 你们家是有多付啊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你还不还钱 但也绝对不会让你还得起 初丫头 东西该还我了吧 什么东西啊 还装糊涂 令牌 那个东西啊 那天啊 在你家地上捡到的 一时忘了还给你 这东西 看来来头不小啊 这个啊 当年承王家有难 东方家曾经帮助过他 承王爷为了感念 特地赐下这块令牌 我家祖辈就一直当做传家之宝 原来是这样啊 这丫头 接下来想去哪里啊 我陪你吧 既然已经被你看穿了 那我也不瞒你了 我就是要去西楚州最大的赌场 萧金窟弄点银两 连我想弄点小钱 你不会也想拦着吧 萧金窟 我去哪里 那是我的事 你别在旁边搞破坏就行 不过东方石 你在去萧金窟之前 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 要我帮忙 很贵的 一万两 你帮我去附近的黑店 把猪手救出来 就一万两 不过是你陪我吃两顿饭的钱 猪丫头你也太小气了 而且你要我帮你这个忙 很不容易啊 凭东方公子的功夫 难道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成 难不成 东方公子不敢 这么胆小 你有什么资格娶我 激将还对我没有用 主丫头 要不是诸寿背琴 恐怕你现在见到我 就得用这短弩对付我了 我没有武功 我这玩意儿是防身用的 你哪敢用来伤你啊 再说了 你武功这么厉害 这小东西怎么可能伤不了你 你倒是有些自知之明 别啰嗦了 东方石 痛快点 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去救出手吗 诸寿已经自己逃跑了啊 不过他没有我聪明 没找到你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他找不到我 肯定就会去西楚州 我跟他约了 要再向金箍捧面 你自己一个人能走得出去吗 你应该没有来过这片荒漠吧 西楚州的这片大漠广大无边 每年不知道吞噬多少经过这里的人 或许好几具被封杀掩埋的尸体 在你的脚下 你们瞎想我 你心里不说过是吧 我和外公曾经走过这里两趟 了如指掌 我当你的沙漠巷头 丫头 你可跟紧了 要是遇到沙漠中的沙匪 被他们抓进寨子里 这些沙匪常年不见女人 你被抓进去 就像一头小绵羊 抓进狼窝里面 肯定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的 快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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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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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不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吗 可能走偏了吧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撩如指掌 我的意思是我比你熟悉 那现在怎么办啊 早上就不跟你走了 还不如我自己走 等着办 到了晚上顺着北斗青的方向走 肯定不会错 走吧 走 这样 抓他 抓他 这样 糟了 水和干粮 都放在诸寿的包袱里了 不知道 这天气可真热 抓他 你可不可吗 怎么没叫你拿水出来喝啊 刚才从龙虎客栈出来 走得急 这 我的水和干粮 都放在诸寿的包袱里了 不知道 东方公子 会不会刚好有些水可以分给我啊 沙漠里的水可是值千金的 猪丫头打算花多少钱买这一袋水啊 东方公子 真不会是精明的生意人啊 在这广大无边的沙漠里 只有我们两个 你还不忘做生意啊 佩服 佩服 彼此 彼此 那东方公子打算卖多少呢 你从一两赌方里赚了我五十万两 我不用这么多 这一袋水 卖你十万两就行 你怎么不干脆去抢啊 势必抢得快一些 一百两 多了没有 十万 一百两 少一两也不买 一百两足够一颗十辈子的水了 可惜你现在人在沙漠 买这么一袋水就是得花十万两 两百两 要不这样吧 你对我撒个家 这袋水就给你了 不买拉倒 我就不信使得了那袋水我还能渴死 这丫头 就算没水喝你也别挖坑啊 把自己埋进去不会比较凉快 还流一身汗 得不偿失啊 想渴死我 没那么容易 我问九叔又不是没经历过干旱 这种干旱地区的植物啊 根部特别会出水 只要能挖出来 总会有水喝的 这下午的水能喝吗 解渴足够 不过就是有些味道罢了 董方氏 你真当我是千金大小姐 好了 别挖了 给你 二百两 多一两都不给 一两都不用 朱丫头 你舍不得花十万两银子就算了 你竟然连撒一次娇都舍不得 你明知我对你有意 只要你对我撒个娇 我整袋水都能给你啊 这样不是也喝到了吗 去 睡觉睡觉了 睡觉了 这猪丫头 不知道是算准了我会给你水喝 还是真想挖出根来河水 我会给你水喝 你还想杀我 不好意思啊 我给你水喝你还想杀我 我睡迷糊了 忘了是你在我身边 下意识就 真的啊 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这一路 担惊受怕 一直被人追杀 好了 别害怕 有我在这里守着 没人能伤害你 怎么感觉 他好像又没有那么讨厌了 不行 话不信 你不要被他三言良语蛊惑 想想他给云狼下药时 那张丑恶的嘴脸 什么东西啊 我 没被抓到吧 帅头 我追你追得及 身上没了药材 你要是再扭拧 这只腿 我不一定能保得住 不 不 毒性不该扩散了 抓他 没事了 对 对不起 碍你的嘴巴也中毒了 我嘴 没事 我以前嫌我嘴唇太薄 现在这样刚好 怎么了 我是不是更惊恰了 还行吧 这样能不能配得上你啊 竹丫头 走开 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 好丑的嘴 你再看我一眼 不要 终于到碧螺天的入口了 只是 我低估了皇帝对我们的戒备心 这间屋子 大概有十几个人守着 而且个个都是武艺高强 暗处 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呢 皇上对我们盯得如此至近 大哥 我们恐怕很难有机会 找到去碧螺天的入口了 怎么办 我透露那神秘人的半张地图 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他一定会在碧螺天的路上布满重兵 不过这样也好 我正好可以利用皇帝的人 来对付他的人 我们再趁乱打开入口 希望如此吧 主上 前往鬼谷的路上 突然来了很多人 我们的人 无意间看见了他们的腰摆 好像是宫里的 宫里的人 我本以为是七王爷的人 没想到 卷是皇帝身边的人 看来这件事情比较棘少了 马上通知马大伙子 让他去小区里埋伏 哪里是通往鬼谷的必经之路 诺 我会找到我们 然后меi 哈 你也不必定 那边不止啊 你也不想到 他怎么撤了 他就不想到我 你也不想到我 他有没有想到我 他真的能找到吃的嗎 我 要我说 还不如抓来烤了吃 我好久没吃蛇肉了 一条沙蛇能撑多久 我们水袋里的水 只能撑半点 而且里头都是沙子 难喝死了 一定要找到水源 或是替代水的东西 要不然这么大一片沙漠 再撑不了多久 我们就要化作两具风干的尸体了 这条沙蛇 虽然我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或许能同年同月同日死